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踏入小书说的奇妙世界,净空法师,一生致力于佛法的弘扬与传承,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,将佛教的智慧与慈悲拨洒在无数人的心田,他不仅为众多的僧侣和信众指引修行之路,更以他深厚的佛学造诣,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, 让心灵得到真正的净化与升华,净空法师曾分享过一个特别的佛咒,他告诉我们,在睡前虔诚地默念这个佛咒,佛菩萨便会更加灵验,仿佛就在身边守护着我们,据说,只要坚持七天,便能消除所有的业障,让福报如春水般涌现,滋润我们的心田,那么,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净空法师的教诲,感受佛法的深邃与博大, 关于真念佛,净空法师曾有过深入的阐述,他告诉我们,真正的修行并非仅仅是口头上念诵佛经或咒语,而是要用心去感受,去体悟佛法的真谛。 有一次,几位朋友前来拜访净空法师,其中有一位佛教徒深感烦恼与无奈,他试图通过念诵咒语,念佛号和阅读佛经来寻求解脱,但总是觉得力不从心,净空法师微笑着告诉他, 修行并非追求外在的成就,而是要放下心中的执念和杂念,让自己的心灵回归清静与平等。 净空法师进一步解释说,真正的修行者应该选择一部佛经深入研习,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,逐步领悟到佛法的核心要义。 当我们的心灵达到清静平等的境界时,我们便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佛法的深意,从而避免误解和曲解。 因此,修行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,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,在修行的道路上,我们还需要注重培养清静心。 清静心是智慧的源泉,是我们理解佛法,体悟佛性的关键。 佛在许多经论上都强调了清静心的重要性,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看清法界的本质和真相。 当我们拥有了清静心时,我们便能更加敏锐地感知到佛法的智慧和力量,从而在生活中更好地实践佛法。 一、清静平等觉,内在的光明。 清静平等觉,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本就存在的光辉,它并非外界赋予,而是源自我们真实的内心与本性。 当我们对佛法有了稍微深入的了解与体悟,这双,法眼,便如同被点亮,能洞察修行者的真伪,真正的修行者。 他们的内心会日益清静,慈悲之心与日俱增,智慧的光芒也日益璀,他们的烦恼逐渐减轻,智慧日益增长,使得他们的相貌也愈发圆满。 光明,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,无需刻意伪装,因为相随心转,内心世界的纯净与美好,自然会映照在他们的外在之上。 二、修定之路,多样法门与深入修行,在修行的道路上,方法众多,所谓八万四千法门,一指无量法门,每一种法门都是通往觉悟的路径,法门及方法。 门境则是通往觉悟的桥梁,在这众多的法门中,我们只需选择一两种,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便足以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 读经是修定的一种方法,与禅堂中的打坐并无二致,在读经的过程中,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妄想,分别和执着,全心投入其中。 这样,每读两个小时的经文,便相当于我们修行了两个小时,这是一种踏实的修行方法。 然而,还有更深一层的修行方式,那就是随文入观。 这种方式,要求修行者已经得到了根本的定力,才能够将经文中所描述的佛学理论与自己的内心融为一体。 比如,读阿弥陀经时,我们仿佛真的置身于极乐世界,那里的庄严与美好,与我们的身心完全融为一体。 这种境界高远,利益极大,是修行者真实的功夫体现。 当我们的心愿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,完全融为一体时,这便是修行的最高境界。 在当今社会,恐怕大多数人对于修行的这两种读法并未真正掌握。 因此,尽管你们学习已久,但功夫并未显著。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? 关键在于不会用心,方法运用不当。 每当你们聆听经文的时候,每听一遍,其实就是在心中进行一次练习和提醒。 然而,生活中的烦恼似乎有着巨大的吸引力,以至于我们这点微弱的修行之力难以抵挡,一旦面对生活的种种诱惑和困扰。 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,不仅在日常境界中迷失,即便是在读经,念佛的当下,也可能心援一马。 这种困境确实令人感到困惑和无奈。 然而,大师曾教导我们,交相为用,意味着经文的研读与修行实践应相辅相成,相互支持。 这种教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,提醒我们,在修行的道路上不可偏废任何一方。 再来说说净空法师传授的神咒,这个咒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,能够灭除罪业,引导修行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佛在经典中明确提到,如果专修此法门,持续念诵往生咒,确实能够获得灭罪的效果,甚至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,前往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一点在我们的五经读本中也有记载,足以证明其真实性,他带着困惑与失落的心情来向我倾诉,声称法师没有灵验,佛没有显灵,甚至没有任何感应出现,这让他深感失望。 然而,我必须告诉他,这并非法师或咒语不灵,而是他在修行过程中未能如法而行,在念诵往生咒之前,他应该先审视自己的内心,是否还有罪孽未消,罪孽源于妄想,分别执着和烦恼,这些内心的杂念和污染,就像每天不停重复的咒语一样,阻碍着我们的修行之路,只有当这些妄想,分别执着和烦恼, 统统被消除,罪孽才能真正被灭除,念诵三十万遍往生咒,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坚定的决心,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必须保持内心的清明和专注,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,不让妄念产生,正如经典上所说,心不乱,心不颠倒,这才是修行的关键,如果一面念诵往生咒,一面却在胡思乱想, 那么这样的修行便失去了意义,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感应,大师至菩萨曾教导我们,都设六根,静念相继,这两句话不仅是净土修行的秘诀,也是所有宗派和法门共同遵循的原则, 如果我们在修行中违背了这一原则,无论修学哪个法门,都难以取得成就,关于持咒的方法,我建议每天早晨念诵二十一遍往生咒,以净化身心,并将这份清静保持一整天,往生咒并非念完几指,而是要将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成为我们修行的一部分, 同样,晚上再念诵二十一遍,以确保夜间的梦境清晰而不颠倒,使我们在日夜之间都能保持身心的清静,按照这样的方法,念诵三十万遍往生咒,怎么可能不往生,怎么可能不消罪业,所以,问题并不在于咒语的灵验与否, 而在于,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修行的意义和方法,并将其付诸实践,我们不应该误解经文的含义,以为仅仅念诵几遍咒语,就能消除所有的罪念,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,也是严重的邪见, 或许,你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翻阅过古老的经文,对往生咒的神秘力量有所耳闻,经典中清晰地记载,当念诵往生咒的次数累积至三十万遍,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应便会悄然降临,甚至可能感应到阿弥陀佛的现身, 在往昔的岁月里,我们的道场中曾有一位令人敬仰的张灵老居士,他身为总统府的秘书,却对佛法怀有深深的敬仰与虔诚, 在我讲授佛法的日子里,他与他的妻子总是风雨无阻地前来聆听,他们的虔诚与专注令人动容, 当张灵老居士得知念诵往生咒三十万遍的神奇效果后,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这段修行之旅,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念诵,直至达成这一宏伟的目标, 这种坚定的信念与毅力,无疑是每一个修行者都应该学习的榜样,我们要明白,往生咒与佛号的功德威神,确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, 然而,很多时候,我们修行时往往只停留在表面,没有真正深入到内心去下功夫, 只有当我们真正在内心上下功夫,才能体会到那种无法言喻的收获与喜悦, 当我们真正契入佛法的境界时,我们的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们的心境会变得无比清净, 与过去未学佛时截然不同,甚至与这世间的大多数人也大相径庭, 我们会与佛菩萨的境界相融合,在这个世间中游戏神通,体验那种无法言喻的快乐与自在,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,我们需要正确地用功,如理如法地修行, 我们要深入理解经典中的教会,将其与我们的行为相对应,经典中教导我们的方法。 我们要明白并实践,让自己的行为与佛法相应, 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佛法的功德利益,净空老法师的立身原则, 如真诚,清静,平等,正觉,慈悲等,为我们指明了修行的方向。 他的教学主旨是修身为本,教学为先,旨在引导众生,破迷起物,离苦得乐。 这些教会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研究,以指导我们的修行之路。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小叔说,感谢您的倾听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点个赞, 还可以点击订阅或者将我的频道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。 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和创作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